HELLO KITTY 就是那時候 因為HELLO KITTY要和一個衛生棉品牌合作 然後那個衛生棉品牌是在講調說 女性家要很自主 要讓她高空殘料 對 讓她高空殘料 或者讓她打拳擊 但高空殘料其實是有個原因 因為她是要講她是澳洲的純棉 這是真的是不是 是真的 我剛剛亂講 您現在收看的是觀賞無人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給我們更多的鼓勵 我們可以即將開始囉 HELLO 大家好 我們剛剛找到 今天直接訪談的來自志明來了 大家好 我是志明 你今天很認真準備今天的訪問是不是 對 我很認真 我大概前一周 我就一直在看我以前的那個 以前當設計師時候的內容 我就一直翻我的朋友圈 然後看到就覺得 哇 我以前當設計師真的好酷 就是有各種很苦的 可是其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以前當設計師 他們可能覺得你沒在吃東西 那大家可能很常在IG的REELS看到志明 可是其實在那個短短的時間裡面看到吃了很多東西 後來發現其實他背後有很多很多厲害的故事 就是我半年以前都還是一邊兼著做設計師 然後一邊在拍這些REELS的影片 所以今天直接訪談想要聊就是說 到底這個平面的設計到底好不好長 你以前是什麼樣大學科系畢業才可以進入這個職場 我最後是在中原大學念研究所 然後商業設計畢業 然後就因為那時候有朋友介紹 然後他有介紹我一個上海的工作 說實在那時候就是有幾種考量 第一種考量就是說 錢比較多 對 除了錢比較多之外還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 你說公司很大嗎 對 就是例如說你做一個作品 還是台灣市場看到 但你在大陸你就會看到 大陸的市場都會有你的作品 例如說像我比較專攻包裝設計 那他就會在很多的地方呈現 所以就像我們看到如果他只是一個紙盒 可是你就要知道他的長寬高跟他打開會長怎樣嗎 對 每一面都要畫 對就是每一面都要畫 其實對我後來覺得包裝就是一個鼓聲的廣告 就是說 當他假設全聯放了一大堆東西 你要怎麼樣讓假設我們都去看 假設有一堆的 我要怎麼看到你 對我要怎麼看到你 然後看到你之後 我也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讀到說 你想穿搭的是什麼東西 你的優點在哪裡 所以你現在逛街的時候會有一點職業感嗎 就是說一走去一些潮池就開始看看 這好扯 我覺得會 但是我的更傾向是常常被美麗的包裝 吸引然後買回去 例如說食物有時候有點美 所以你說畫的時候包含一個紙盒的不同的面向 那圓形的兩畫還是長方形的兩畫 還是哪一種最難畫 其實都我覺得他區別不大 然後主要就是說看那個客戶的要求 就是說有時候 例如說有的客戶他很理性的告訴你說他要一二三四五 列出很多 當他給你的框架越多的時候 有時候擬防更難 可是這樣子到底是客戶知道自己要什麼比較好 還是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比較好 因為客戶通常會比我們更了解品牌 就是他一開始的Brief要很明確說 我們這條一個很大的變化 還是說我們這次 就是我們就是一個小改版的小進階這樣子 那是不是有時候還要注意 不能踩到客戶的類啊 例如說用到他們競品的顏色或什麼之類的 對 或者是說還有一種就最嚴重的是 你可能去找一些參考 然後就是給Tool看的時候是他的競品 這也會很奇怪 像你們偶爾還是要找一些reference給他 可是又不能畫得跟他一樣 可是客戶期待跟他一樣 這要怎麼找到中間的一些平衡 這個就讓我想到有一個故事就是 那一陣子我在做一個男生的洗面爐的客戶 然後客戶就是一直想要要求說 因為他覺得是男生用的用品 所以他那時候很流行什麼 例如說潮牌啊 然後很潮很酷 他就是和我們在溝通期間就是來回丟了各種 可能那甚至流行 例如說噴漆啊 或者是說怎麼樣的水墨的風格 就各種嘗試 然後我們一直跟他嘗試 一直跟他嘗試 就是一直跟他嘗試各種風格 這個就是屬於 他沒有很明確框架的客戶 他只有一個風格 然後最後 嘗試到最後他給了我一個評價 我也是就覺得很好笑 又覺得很好笑 他說我覺得你做我覺得這個感覺有道 但是我覺得他很像是一個好學生 就是班上裡面的好學生 在把自己裝得很酷的樣子 你就會覺得他形容得好像其實也有點 就是很有創意的形容 對 但你也不知道怎麼反擊 你說他們要不要嗎 對 你說比較煩的是窗口一直改 還是他們的主管一直改 然後窗口沒用 應該算都反 但是因為通常我們自己也會有我們的窗口 然後我跟那個窗口的感情還算不錯 大部分時間都會不錯 所以後來會覺得說 好吧 那你就有時候他們會想要委婉的告訴我 或什麼 後來我大概理解後 我說那你就直白的告訴我 就如果有時候太委婉 我反而會聽不懂說 欸你在講什麼 然後突然說我要怎麼改 對 不是乾脆直接你就說這個icon拿掉好了 對對就是 我就拿掉吧 反正我下一個評價可能還可以再勾回來用 至少你就告訴我你要什麼好了 對就是明確的 我覺得溝通就是明確簡單 如果你真的已經心裡有這樣的 你就講不要 不要說很多 有的客戶會說不然你再試試看 就不知道試到什麼時候 我必須說有時候 例如說像我剛開始做設計的時候 也會有那種心態就是覺得說 客戶搞什麼 就是感覺說客戶什麼都不懂 然後或者說審美也不懂 但後面你會 就做到後面的時候 你就會放下這心態 他會覺得好吧我來修佛 或者說我要放下這個心態 我來理解客戶要什麼 就是說 他畢竟在這個品牌產業這麼久了 對他可能在那邊 而且他知道他們的品牌 他們的客戶會買什麼樣的包裝 對不對 但有畫過是很厲害的東西 因為我看你現在都偷過 就是你連到日本去買咖啡 都還可以買用計畫的 對那個是我很 就是我自己也覺得很開心的一個案子 就是因為那個公司會不能說 反正就是 全球咖啡品牌 對 那時候我們對的就是日本客戶 然後他們就是很理性的跟你講說 他們這一季就是 假設說 我舉例假設櫻花季 他就會出個冰花 有個櫻花味的咖啡 我覺得這就是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棒很明確的客戶 嗯 然後他也 他同時也會 就是後來 我覺得那讓我成就感很高的是 後來我去搜尋IG 我就看到很多 日本的女生啊 他會拿著那個杯在那邊拍照啊 或者什麼 最高的一點就是 後來甚至隔年的時候 客戶還會傳那個資料來說 他們 因為他們每年都會推出這個 這個季節簽領 他說他 我們那一年是成長了 209% 哇塞 你看我記很細 這個真的是很 當然也許有各種營銷 但我覺得包裝也是有一點功勞在 對 你會覺得很開心 一來你自己的審美 可以大家肯定 二來這個東西銷售 客戶也開心 大家都開心 我最喜歡這就是 我們自己做設計的人開心 客戶開心 消費者也很開心的分享 你畫作咖啡 你還有畫過什麼樣 你覺得印象很深刻 我還有畫過一個 這可以講就是 Hello Kitty 就是那時候 因為Hello Kitty 要和一個衛生棉品牌合作 然後那個衛生棉品牌是在講到說 女性下要很自主 或是說很勇敢 所以我可能就是讓那個 Hello Kitty 本來我們是覺得很軟 或是可愛的形象 讓他高空彈跳 對 或者讓他打拳擊 但高空彈跳其實有個原因 因為他是要講他是澳洲的純棉 這是真的是不是 是真的 我剛剛亂講的 他真的高空彈跳 沒有 他真的有高空彈跳 沒有 他真的有高空彈跳 因為要講澳洲純棉 澳洲我們有時候會讓他有一些 我們去澳洲有時候會往高空彈跳這些活動 所以會可以讓Hello Kitty去做這些事 哇 會不會也是這樣子的背景 讓你現在在剪影片的時候更要求這種美感 或是排版的 一開始我覺得多少會有 就是說 我覺得有可能會比 如果你是完全陌生的 更快的可以進入那個狀況 就是說 我知道說這個螢幕這個重點是什麼 或者說怎樣的角度會好一點 或者說那個字要怎麼樣去思考說 那個字要放哪邊人家比較容易看得到 對 可是因為像設計師 好我們看到這麼多的包裝 可是其實我們知道那個包裝很漂亮 他不問只要是你做的 會不會設計師會很想要讓自己的品牌 不然其實他永遠都是在公司下面 你說 那這個他們要怎麼走 所以我後 這個對我來 我一開始覺得還好 後來就是變成說我自己 例如說我去便宜商店我就會 就會拿出來 雖然可能會跟朋友分 只能跟朋友分享 對啊 其實朋友也不信 對 朋友不care 就是說不care 可是你要讓你自己被更多品牌看 這條路要怎麼走出去 因為你的作品已經屬於公司了 對對對 那這個一般的設計師 最後都要往哪一條路走 如果我看到 我自己是一直待在 大部分時間待在公司的設計師 那如果看到我一些同行的朋友 他們可能就是 他們會開始經營自己的 例如說工作室的IG 或什麼 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曝光 但是因為我是待在公司 我們一般加入公司的時候 會簽一些寫約是說 我們的作品是可以 例如說我們去下一個公司 可以當作品集 但我們不能 在那個平台上公開說 這就是我的作品 對對對 因為那對於公司來說 是公司的台產 也算公司機密 對對對 那你作品應該是大概幾年的時間 這樣算起來好像 五、六年 你覺得中間會有些事情消磨你的熱情嗎 我覺得最讓我覺得消磨的就是 你的時間被整個贊助 對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聖誕節 我和我的 就是我剛剛說窗口 有一個百貨公司開幕 然後我們可以去參加他的活動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的去 然後去到現場的時候 客戶就傳訊息來 然後我和他就先對看一點 然後就想先別理他 先表白 對對對 然後就我們可能到中間十幾分鐘後 客戶更狠 他直接在那個群裡 就是包含我們的老闆 本來他只是私信傳給那個窗口 結果他就在群裡 然後我們就只好趕快在旁邊 那種地方蹲下來 因為我都會帶著 我已經被訓練了 我知道說我今天 我下班以後 我一定要把電腦學生帶著 然後我就蹲在那邊趕 我們跟記者是一樣 我們也要帶一個電腦學生 真的 那即使你下班 電腦還是可以帶著 不然你會死回辦公室一趟真的很忙 對或者是說 你有時候會覺得那個壓力是 有時候如果你任性不帶好了 你今天活不帶 但是你可能會害到你的窗口 你的同事 或是你害到老闆 對不對 那你覺得如果說現在還有一些 年輕人想要加入這一行的話 他們應該要準備什麼樣的心態 或者是技能 我覺得如果這樣想 就是如果我對 例如說五年前或六年前的我 我那時候就是像我跟他說 抱持了有點對客戶有敵意 或是心態 我覺得最好一開始 我覺得那個完全轉換 就一念之間 就是放下你對客戶的敵意 去瞭解他 他為什麼會這樣想 或是他為什麼 當然一定會有很 很瘋狂的客戶 但是如果你先放下這件事 你可能會過得比較順 或者是 我有一個小小的秘技 就是 或者是你遇到那個 反而會很煩很 很那種 很不可理喻 你很氣 你不要立刻毀 我就是立刻去廁所 我就是立刻去廁所 然後 在那個廁所 還燒煙 沒有啦 廁所沒有燒煙 就是去廁所裡面 讓自己冷靜一下 可能就是看看一些搞笑的 短影音 或者說 就是稍微讓自己 跳樓的環境 五分鐘十分鐘 也覺得說 我來偷懶灌五分鐘十分鐘的薪水 可能也會覺得開心一點 不要當下那個氣頭 就反應 反應過去 讓人家 就是場面很難看 我覺得最難的是 剛畢業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股熱血 他會覺得我不要為錢低頭 你們這些都是客戶要改 什麼就改 那他怎麼樣堅持他的東西 同時都可以 跟客戶達到一個平衡 你覺得這也是你一直在學的事情嗎 對 還加上後來我覺得 有一個點也是讓我覺得 因為客戶有時候像你剛剛說 客戶來找你 他不是來完成你的理想 不是來幫你做作品的 他是來要 例如說我要做一個包裝 我要做一個 我要銷售的 所以有時候不能太自私的覺得說 我今天我就是要做一個 會得獎的作品 或今天我就是要在這個 這個客戶的工作上完成我的理想 蠻有道理的 對 除非說 我覺得有的設計師很厲害 他其實還在工作的時候 他也會一直不斷出創作 那我覺得那些創作是可以 完成你自己的創作 那個就不是拿來 所公司的商業合作 是他自己想做的東西 就不會有人管理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公司有收錢的 可能他就必須要有一些妥協 或者是完成科目的需求 對不對 你這樣想其實蠻樂觀的 就至少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就是要一直不斷的轉念 那薪水還OK嗎 那如果你一般高低的人 進入這些行業 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在台灣的薪水 好像是一開始 他是說大概3萬 就他平均 我看到他統計是7年後 可能就頂多漲1萬 變4萬 我覺得相較於其他行業 平面設計這個 確實比較辛苦 然後加上現在又有很多 各種不同的 例如說 平音啊 或是說3D 所以我覺得 我當初選擇去上海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很大約就是很多錢 對 所以要自己想辦法去 例如怎麼樣增加自己的收入 或是說 我當時在上班的時候 我也會接案 當然看每個人的生活節奏不一定 但我自己是 如果我覺得 我想要賺更多錢 我就要想到來去接案 哇 雖然說聽起來很好 可惜 費用還是有很多人 辛苦的地方對不對 謝謝志明的分享 如果說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志明的IG是 忘記上在這 下次見 掰掰 我幫我歌變大漫人 大家好 我就是 關少文